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唐主任 想问一下你 听闻旧区有很多学校的大型活动 可不可以介绍一下有些什么活动呢 是啊 你们进来旧区大家庭很幸福 因为我们的学校有超级多很精彩的活动 例如在学校里面 我们每天五间的时间都会有五间的活动 有时候我们也会出去去参观一些博物馆 或者我们一起会去全校旅行 而在学校里面我们有时也会有开心火日 又或者有少少奥运会给同学去移动一下身体 非常多活动 听起来我真的很吸引 唐主任大学可不可以给一些相片 或者是活动片段 给同学可以看一下那些活动是怎么样的呢 没问题啊 那各位小朋友想看呢 想看的话不如我们一起去参观 学校每年都会在下学期学期末 举行小小奥运会 给低年级的同学能够一展做运动的才华 和学会和同学一起合作去完成赛事 学校每天五次之后都会有五间活动 目的是给学生能够善用渔学 发展不同的兴趣 活动包括有动感时段 五间音乐欣赏等 你看下多精彩 在学期末会举行全校清洁日 让同学们可以一起协助清洁我们的校园 培养同学可以注意环境和个人的卫生 为了配合课程发展 让同学可以得到更加完整的学习活动 学校在下学期的学期末会举行国物馆日 少一的同学会去到国物馆学习 培养智学的习惯 学校每年都会举行普通话天才表演 提供表演的平台给同学 让同学可以除了练习普通话之外 亦都可以增强在舞台上演出的自信心 每年学校都会进行健康周 而其中一日是开心果日 在当日 全校师生都会一起吃水果 唱主题曲 又会有大抽整的幻子 希望你能够分享吃水果的乐趣 陪养学生每日吃水果的习惯 每年所有同学最期待的一定是绿色旅行 当日大家都会和同学和老师一起去野餐 玩集体游戏和享用公园的设施 大家看看照片 这就是上年到低年级去佐敦谷公园旅行的开心片段 每年全校师生都很期待聖丹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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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课室一起进行大食会和玩集体游戏 你看他们多开心 学校每年都会有课程统整的参观活动 每年的主题都会不同 以上的相片 就是上学年一年级同学 前往交通安全城参观的情景 学校每年都会有不同的学习日 好像《多元学习日》 《中口学习日》 《英语剧场》《Reader Spirit》 但同学可以在各府以外 有更多丰富的学习经历 提高学习动机 各位一年级同学 看完刚刚这么多的相片之后 是不是觉得 舊虚的大型活动 很精彩 很吸引呢 相信各位同学 将来都会即将 会有这么精彩的活动 好吗? 唐主 是的 希望老师和大家 都可以快点在学校 一起去参加这么精彩的活动 到时见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打赏